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主要的工作是我的一个爱好 然后所以我就希望只做自己喜欢的一年 因为之前有唱一首首唱歌曲嘛 就尝试了一下那种很快的首唱 也想很爽 然后发现很多人就是可能学起来不是那么的方便 和大家可能传唱度不会那么高 比较上口的旋律能够有很好的传唱度 但真正一首歌能够走进你心里 其实是靠他的歌词去感染到你 我叫表演可能是我的爱好 音乐也是 但是呢表演变成了我的工作 我需要面对他的时候 就要很大部分时间都要花在他身上 而且不停地重复 然后不停地去研究 然后要对你的工作负责 音乐来说对我来说是一个更自由的状态 我会去尽力做到我想做的 因为其实那天我也和朋友讨论 他说哎呀为什么我们拍的戏都这么苦 我说不苦的戏谁要看 他就不可能看你买花钱 然后看你天天在家里吃喝玩乐吧 那那那那你没没有意思 对大家就是希望看到一个矛盾冲突 包括戏曲冲突很很重的一些一些戏的东西 那唱歌就不一样了 你可以在里面表达情感 但是抒发出来的时候你会有种即刻获得吧 这种是一个很很快的就能回馈给你的 包括站在舞台上唱歌 没错没错 然后我还去去美国特意看了那个 海米尔腾 嗯 啊那个hiphop音乐剧也是哇惊呆了我了 一开始我觉得我大概能听懂个大概吧 其实就是音乐剧也看了看了不少 没想到坐在那儿啥也没听懂 但好看是好看唱的真好 就就很还是很很喜欢这个东西 我觉得音乐剧真的是一个太需要花功夫 他们之前我们看纪录片选角 嗯 到做音乐到可能要花几年时间才能做出一部经典的作品 我觉得是一个时代发展的一个一个过程 在中国可能像个孩子一样他在不断的成长 嗯 所以要更多的人去了解他和知道他 并且接受他这是需要一个过程的 那到今年目前为止你扮演的阿旭还有山和令这个作品 实际上讨论度和关注度都是非常高的 嗯 现在一切都就是杀青收官了 然后你再回头去看一看当时的这个过程 还有哪些是遗憾哪些是惊喜你觉得 因为我演的时候我就知道会很好 自己已经知道会很好 会很好因为我觉得我付出了很多 嗯 包括也很用心然后对手也非常的棒 也很大家都很用心 呃 所有上场下下所有的人都在往一个方向努力 我知道他会很好 还有很多人认识你关注你甚至会有一些各方面的评价 所以哪一些的评价可能会让你还是有些在意的 有的人说我丑或者是怎么样的 嗯 对就是看那些剧照啊或者是什么东西 他们觉得我丑我觉得就对了 因为我不是我的演的角色不是帅哥 啊 我演的角色也不是什么霸道总裁 我演的角色就是生活当中的人 啊 我是个演员 我所有的一切我都是为我的角色服务 你分享过柏拉图会营里面的一些 一些选段嘛 然后你还在里面呃就是有个圆球人的概念 所以你觉得阿絮这个角色是你的另一半吗 那个圆球人的另一半吗 呃 我是觉得就是我在和角色互相学习互相成长 我们演一个角色 我都会吸取他好的一个性格的部分 然后他会可能会留在我身体里 也可能会走掉 就是说他是就像一本书 啊 里面有很多很好的思想和境界 那其实你出道也有 很多年嘛 然后你怎么看待活不活这件事情 我不活的时候过得也很好 嗯 啊 活的时候也不代表过得更好 嗯 这都是一个相对的东西 但是就是人总共是要相信缘分和接受现实 嗯 啊 既然命运给了我这样的安排 那我就去把它做好啊 做好现在的事情 然后啊 保持身体健康了 能够有足够的睡眠 最好了 我接下来就非常轻松愉快 是快问快答好不好 好 那我们开始了 更喜欢高尔夫还是斗地主 高尔夫 更想尝试仙侠剧还是悬疑剧 悬疑剧 最近常听的一首歌是什么 环绕 最喜欢的动漫人物是哪个 Luffy 平时会听像什么 很少 最喜欢的城市是哪个 上海吧 最近在读的一本书是 我妈妈可以买来送给我的 身份的焦虑 你有人预线吗 有 给自己做饭水平打几分 五分 嗯 那五二零 然后你有什么想对一直陪伴着你的粉丝 说的 五二零 该干嘛干嘛去 找到自己 找个自己喜欢的人爱的人 然后好好地跟他表白 大声说出自己的爱 可不可以教粉丝rap一到两句 其实其实他最快的就是有 有有有只有一句 好想离你进了一步 不再迷路 找到一张新的地图 哇 试探着你脉搏起伏 呼吸急促 迷恋又上升了之数 就是 就是这段比较是属于rap的部分 多听听肯定就会了 好 大家多听环绕 然后呢 这一块也能掌握得很好 嗯 对